歡迎來到逆之奇幻遊戲圖 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翼 阿爾登發環黃金樹幽影 1.13 更新之後 有些本來就不錯的討告變得更強 當中包括今集要講的討告 米海拉的光 你會升上空中召喚一道光柱 幾秒後在敵人的位置投射 不太適合應付經常移動的敵人 但是現在有了額外的傷害Buff 起此傷害也非常有價值 就算你在施法的過程中被人打斷 只要你已經開始施法 它仍然會施展出來 也只是以血換血 而且這套配裝也能夠在攻擊時回復HP 同用一整套連招去打相比 其實也是不錯的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力和資訊之外 還會解答觀眾一切的遊戲疑難 幫到你的話不妨給個Like Share出去和訂閱這個頻道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首先是武器 慈悲短劍是一把有暴擊傷害加成的短劍 你可以把它改成神聖屬性 配合我們的信仰 戰技忍耐能夠提升強韌度 讓你在必要時承受更多傷害 用到米海拉的光 不過也要視乎你有多了解BOSS的招式 然後我們有光明劍 他的戰技有BUFF 用了之後一分鐘內增加20%聖屬性傷害 然後是黃金律法聖印記 如果能力點不足的話 可以改成黃金樹聖印記 還有一個調香絲盾 用來放戰技聖域 用來自足治療效果 防具方面 頭盔是光芒頭冠 增加一點智力、信仰、感應 還有增加米海拉的光的傷害10% 剩下的都是羅薩套裝 合拱拿到6%傷害加成 接下來是護符 首先是群聚信徒的納細部 可以增加8%的討告傷害 接下來是信徒的納細部 可以增加4%的討告傷害 然後是性對揭 可以增加12%的性屬性傷害 但是代價是降低減傷率 最後一個藍位有一定彈性 龍徽大盾護符是最通用的 尤其是你打算以血換血放討告的時候 但是對於某些BOSS來說 拉達剛的肖像 可以為你找到施放討告的機會 所以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但是對於大部分BOSS來說 這個選擇會稍微有些打得不舒服 接下來我們就說說靈藥 我們需要大勝破路敵 喝了之後3分鐘內 提升20%性屬性傷害 另一個是吸血破路敵 它會在3分鐘內提升20%傷害 但是代價是持續消耗HP 如果你對於BOSS的動作不太熟悉 HP流失就會成為負面影響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換作珍珠硬路敵 提高減傷率 接下來是討告 黃金樹因為在90秒內每秒回復12點HP 黃金樹立勢就在80秒內提供15%傷害 以及10%減傷 然後是小黃金樹 它會在你腳下形成一個治療區域 在這個DLC的很多BOSS戰中 我們很難在固定的位置同時攻擊和回復 但是這套配裝 我們不需要移動來攻擊BOSS 只需要避開攻擊 最後當然是米海拉的光 配點方面最好有60點生命力 14點耐力用來平衡負寵 80點信仰 其餘的就是配集中力 如果你的等級超過了150 那就可以配置智力 當智力去到43 信仰去到72的時候 黃金律法聖印記就會超越黃金樹聖印記 增加討告傷害 數值越高就越好 配集中力都會有幫助 因為這套配裝會消耗相當多的FP 最後就說一下這套配裝的操作 以及想Buff的次序 想Buff的次序是黃金樹陰慧 黃金樹立世 光明劍的戰技 然後回復FP進去BOSS房 你可以在入口附近放小黃金樹和聖域 如果沒時間這樣做的話 就直接用米海拉的光攻擊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 艾爾登法環黃金樹幽影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 有些什麼問題在留言問我啦 走之前記得按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